再来到细致的建城里 经过一个多月的募集后 善心人士真的不少 而里办公处也将大家集结的爱心 罐头 面条等生活物资 再加上零仆四五百公斤的白米 在21号当天发送给需要帮助的人 包括独肌老人 家境贫困 低收入户等等 希望他们能够平安过好年 这些就是建城里长经过一个月以来募集到的爱心 有白米 面条 牙膏 罐头等等 结局过年 里长开始募集爱心 而这张贴在墙上的就是好几位善心人士的名单 而将大家捐的钱 志工们不但出钱也出力 将募到的钱也买了许多的物资 另外林浦四野特地捐了五百公斤的米 赶在过年前一一的发送给里内需要帮助的人 来帮助留学家庭和国家的老人 感谢我们戏子林浦四 那一些善心人士发起的寒冬送的活动 那捐赠给我们建城里的里民 一百包五公斤的这个白米 那也感谢我们建城里的义工 跟建城里的一些善心人士 他们主动的集资 今年林浦四寒冬送暖 临近的茄冬还有桥冬里都受惠 里长也特地颁发感谢状表示感谢 而针对募集到的物资 21号下午统一发放 里内共有50户 包括低收入户及独居长者 谢谢 感谢 因为我就是我们孙了 受到这个您不是的赞州 谢谢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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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感谢 里面有白米五公斤的两包 另外还有一些葵花油 酱油 甚至于面筋 还有那个牙膏等等生活日常的用品 那另外我准备了一个观妙面 送给这些里面 今年有不少的义工出钱出力 里长也一样颁发了感谢状 年关将近也许在社会上有很多的角落 还有人正烦恼着这个年该怎么过 不过建城里的寒冬送暖 却让人感受到满满的爱心与关怀 这场慧玲细致采访报道